第736章破关于目瞪口呆 接近出口的这段路 再次让人感觉到光线弯曲的别扭感 能看到自身的后背 一切都有预兆啊 王轩自语 在这里针鲜肉身被撕扯 每个人都模糊化 形体虚弹 是时空逆尽某些本质的提前应现 很多人一语不发 满身是血 有些超凡者身上 还插着断掉的怪物爪子呢 没来得及拔出去 不少人永久地留在身后那片洞土上 被那群变异的活死人撕裂 部分凄惨者更是被生吞活剥 出口这里 狼头欢脑的五行天 一眼看到从雾气中走出来的二大王 立刻迎了过去 道 兄弟 你命大 活着回来了 不容易 王轩身上血浆未干 一副刚杀出重围的样子 出来后 踩在陨石上 他长出一口气 叹道 侥幸 附近 超凡者早就炸锅了 许多人精神恍惚 更有不少人面带悲戚之色 听说 很多人都死在里面了 真是太凄惨了 有些是亲兄弟五个进去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回来 有些是道理同行 最后却是刑单影只 逃出来一个 抱着对方低血的手臂 洒泪而归 五行天介绍情况 就是黑孔雀族 那群人到现在都没出来呢 他颇为落营担心 你真忍住了没进去 王轩问道 五行天道 我就在入口附近转悠了一圈 欣赏了片刻动土的风光 看到有人成为岩石上 粗糙狩猎途中的猎物 瞬间惨死 我比较怂 直接就跑出来了 王轩认为 他这是危机意识强 生存能力比较突出 五行天看向入口那里 道 黑星老八活着出来了 真有些本事啊 来到允星海树十年 每次进秘境都能安然回归 神棍素养很高的黑星老八 这次负伤不清 屁股上插着一只断手呢 肩胛骨中也嵌入一只受肿 满身都是血 二大王 我这次逃换的好东西了 回头去我摊位上仔细瞧瞧 逃出来后 黑星老八扯下来屁股上的断手 冲王轩挥舞着打招呼 好的 黑老板 咱回头见 王轩应付着点头 接下来 五行山的二大王孔轩很清闲 成为局外人 站在这里 听五行天介绍出来的 都是什么人 时间不是很长 他就将陨石海很多出名的黑户 都记住了 也算是在间接融入此地 我族第一年轻高手洛银出来了 庆幸 除了黑色战群略微破损外 没什么大碍 五行天招呼王轩一起 去接人 洛银身边也捡员了 三位妖仙死在里面 最好问题不是很严重 出口地带 突然一阵大乱 刺青宫 指圣殿的人冲了出来 封锁此地 一个个带着煞气 满身是血 扫尸所有人 无论是新出来的人 还是附近的人 都被他们盯上了 探查原神之光 连顶尖妖族黑孔雀这群人 都被他们看了又看 接着 金雀宫的人闯了出来 沮丧而又愤慨 带着怒意 审视附近所有人 什么 刺青宫和指圣殿 被人突袭了 这可是高高在上 可俯瞰星海的庞然大雾 谁敢动他们 消息传来 各方震撼 两个道童历史无比优远 相传出现过于道化 极为厉害的真盛 深不可测 哪怕某些年代两脚没落了 也没人敢去探根底 一时间 灿烂星空下 陨石群中 超凡者一片哗然 牛奔 刺青宫的敌传弟子 红道 被人一棍子砸碎脑袋 这是哪位神人干的 狼欢五行天出去转了一圈 听到这种秘文 顿时一脸惊叹之色 很快 这就不是秘文了 外部这里各方先后都知道了 热议起来 情况有些不对 金雀宫那群人 怎么比刺青宫的人还悲愤 有几人眼睛都红了 看谁都带煞气 片刻后 人们发呆 被西子青宫被偷袭 却是金雀宫死了人 这是什么转折 墨青向刺青宫示好 沿路阻击那个凶手 结果导致金雀宫 自己这边属人惨死 最后连墨青也搭进去了 真相泄露出来 各方都露出一色 自然能感觉到 金雀宫这是想交好 刺青宫和止胜殿 结果踢了铁板 自家核心弟子 让人给宰了 这片地带 人们既震撼 又心情复杂 究竟是何方狠人 敢做出这种大案 陨石海中 七成都市黑户 除雀也仙等 更有不少星际逃犯 都是凶性很强的人 得西后 那可真是一片静养 因为 即便是他们这种凶徒 平日间也不敢冒犯 那样的庞然大物 金雀大王 没听说过啊 一个人而已 就连挑三大道统 击毙莫青 实在是有点梦幻 这一日 金雀大王名震允失海 二大王孔轩 和大王王欢 一起神掌脖子张望 在这里吃瓜 跟着凑热闹 向人询问此战引擎 这里的黑户 大多都是挑战 与得罪大势力后的逃难者 现在对莫青 一点也不同情 反而觉得金雀大王 气魄了德 地狱黑衣 青羊剑仙 黑牛刀仙等五位超爵士 还算还有担当 在动土和一群怪物 厮杀很久后才退出来 也算是帮助超凡者断后 让幸存者都退了出来 最后 时空秘境的通道关闭了 全面封死 短时间不会再开启 五行山 王轩准备闭关 在第二高峰开辟出道场 不仅要提升道横 还要顺带酿造一些药酒 五行天惊讶 兄弟 你道横身后 现在又将破镜了 了不得呀 我感觉 你年岁还不大吧 我虚度人生八百年 如今才到真仙六重天 再不争取突破一个层次 我便真的算是蹉跎岁月了 王轩回应道 他自然没那么大 如今二百一十二岁 真仙两重天 但是 他破现多次 道横确实极深 所以这么掩饰 狼欢吓了一跳 道 仅八百年而已 就已经是真仙六重天 这是很非凡的 成就了好不好 我都修行一千六百年了 如今刚摸到天际门槛 便是这样 别人都说 我已经不慢了 王轩发证 问道 不是说羽化登仙后 有些人二十年 就能提升一重天吗 那是极少数个例 专属于天纵人物 而且 也只是羽化登仙最初阶段 越往后越难破关 五行天接着道 但凡三百年内能成仙的人 都算是了不得的奇才 一千五百年能进天际者 算是比较厉害的生灵了 恭喜孔雀大王 和厉害人物并肩 只比一些人 晚了数十年而已 王轩带着笑容说道 低调 还不一定呢 也许一两年能成 也许需要十年 才可以踏足天际领域 郎欢满脸是笑 他也觉得 自身天资非凡 然后他又看向王轩 道 你这六重天 我感觉比之八重天的超凡者 都要厉害 王轩问道 赐清宫 指圣殿 这种传说中的道统 他们的弟子 是不是两百多岁就能成仙 每隔二十几年 就能提升一重天 郎欢道 没必要和他们比 早成仙的人 不见得能超脱 有些走上遇到画道路的艺人 都是大器晚成者 再说了 这次不就是出了个金角大王吗 一介散修 同在真仙境 却将红道脑僵子都打出来了 将金雀弓 核心传人莫青 活活打死 真是生猛 英雄了德 让人不得不佩服 恨不能相见啊 他这样感慨 符合允星海的风气 黑护们都桀骜不驯 敢于反抗权威 要不然 也不会逃到这里 王轩发觉 自己竟可以这么受欢迎 他闭关了 以沙阵图封锁洞府 接引如水的星光洗礼原神 滋养肉身 研究顶骨部分的玉道化纹理 同时 他也在洞府中酿酒 从真圣后院中采到的奇物 主要是针对药方收集的 若是化作陈酿 药性在酒中醇厚后 那么他未来很长一段岁月都将受益 可助他走玉道化这条路 酿酒 参悟经文 观想 并具现化顶骨上的纹理 他过得充实而忙碌 调整好状态 开始浮尸五色奇竹 他共有五节 每一节竹子的颜色都不同 王轩用沙阵图 在第一节翠竹上凿出一个小窟窿 一滴绿营的液体滚落出来 被他张口吸收 残余气息都有浓郁的芬芳 被张开的毛孔捕捉后 他全身灿烂 就更不用说 被他直接吞下的那滴绿叶了 这是先天目鼠性的本源之力 生机旺盛 将他全身细胞都激活了 像是一种心生 他的黑色长发暴涨 无比璀璨 接着是他的骨髓 造血猛烈 替换老血 随后 王轩一阵途中的沙气 刺透那节土黄色泽的竹子 从当中滚落出一滴 先天土属性的本源液体 浑厚 大气 直接补充人体本源 好东西啊 王轩探道 这五色奇竹 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珍贵 难怪很多人争相进购 破现者最担心的就是 提前耗尽道源 不利于将来的发展 而这五色奇竹 很明显能弥补 虽说王轩从不担心自身 认为自己底子足够厚 但眼下这种明显的变化 还是让他毛孔舒张 光雨洒落 飘飘然如再次登仙 他的生机旺盛如海 接着 其余三节竹子也被他破开 引下不同属性的三滴 先天本源 当日 王轩破关 正是踏足真仙三重天 道行再次增长 并且 他头骨上巨线的纹理 清晰了一些 复杂了一些 难怪 他们要找八色奇竹 王轩睁开眼睛 整座洞府都划过两道闪电 实力提升效果明显 超越五色的奇竹 那多半是量级的变化 药效究竟有多么惊人 唯有长道才知晓 他遗憾又期待 刺青宫 那群人太不给力了 不知道以后 还能不能寻到八色奇竹 至于让他持着五色奇竹去寻觅 他不想冒着泄露身份的危险 最关键的是 他没有掌握那种寻触的秘法 同时 他想到了真圣后院的石色奇竹 全面错过了那东西的分量 大概率算是一件圣物了 王轩磨磨蹭蹭 过了一些天才出关 尝到造化奇物的甜头后 他觉得 想要崛起快 还得找些特殊的造化物才行 一群小妖上前失礼 纷纷喊着 恭贺二大王破关 距离天妖又进了一大步 狼荒五行天第一时间赶来 连连点头 然后谈起了最近的一些事 刺青宫的人有些大动作 前段时间在时空秘境失礼后 出来就开始搜集各种神针 奇物 想要打造一面造化宝镜 将凶徒给照出来 王轩心头一沉 还有这种事 刺青宫的人似乎震怒了 为此还找到了地狱黑椅 青阳剑仙这种超爵士 请他们相助 帮着练宝 不过 那几位超爵士 只借给了他们一些奇物 不愿参与过身 担心 敢对刺青宫下手的人 也大有来头 说到这里后 五行天露出一色 怎么了 王轩问道 狼荒告知 很快 刺青宫和指圣殿 就找到了凶徒 一路追杀进星空 抓到人了吗 五行天摇头 没有 壮士一去息不复还 他们被反杀了 王轩吃惊 哪位一人路见不平出手了 狼荒道 不是 他们是直接消失了 一去再也没有回头 什么状况 王轩愕然 狼荒低声道 他们离开前 搜罗了大量的奇物 神针 可是包括那颗五色奇竹在内 都没有负账呢 然后就彻底的无影无踪了 王轩瞠目结舌 真是离大谱啊 该不会是一伙骗子吧 这作案手法 似曾相识 四年前在海川星 也出现过一群骗子 诈骗和盗取那座 超级洞天的本源 就圣法指碎片 这次更惊人了 他们竟敢冒充 刺青宫和指圣殿 跑这里作案来了 王轩失神 他这是反过来黑吃黑了 抢了一伙骗子的五色奇竹 从道理上来讲 刺青宫的敌人 应该是他的朋友 可这关系 着实有些复杂 最近两日 外面传来隐秘的消息 真正的刺青宫传人 和指圣殿的弟子 被人引到平天心欲的 一片绝地重了 被困至今没出来呢 五行天压低声音告知 憋不住想笑 这就是允星海的大氛围 支持反抗权威 对桀骜不驯的怪才 较为推崇 王轩还能说什么 当作局外人 坐看事态发展就是了 直到三日后 刺青宫和指圣殿震怒 又有一批人来了 调查此次丑闻事件 第737章风云中心 陨石海 金雀宫的人脸色阴沉 当日他们在时空秘境中 流血又流命 结果却帮了一伙骗子 天机高手死去 核心弟子莫青被击毙 这是何等的大冤种 关键是 他们自己尚赶着凑上去的 这种凄惨 却得不到别人半点同情 周围都是异样的眼神 认为他们谄媚刺青宫 一切都是自找的 活该 金雀宫的人 恨不得立刻逃离陨石海 这样的经历 说是被按在地板上 羞辱都美化了 这是被一脚 跺进深渊中去摩擦了 真刺青宫的人来了 只圣殿的人也到了 没安慰他们 反而严肃地追问经过 为什么帮那个诈骗团伙 金雀宫的人闻言 顿时心如油烹 焦了 炸了 面皮都在发抖 这是何等的卧 错 陨石海不止他们受损 还有一群苦主 在黑市中间有洞府和门店的大商家 同样被收割了 这是 刺青宫得负责 赔偿我们损失 有商家急眼 镇店之宝 顶尖的奇物被人奢走 搁在平常 他们确实不敢找刺青宫的人 但这次被薅脱了皮 实在受不了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刺青宫负责调查 本次丑闻事件的人 陈卓脸回应道 本身也很窝火 你们看 这是刺青宫的印章 专属于你们的核心弟子 这总没错吧 一位大商家被逼急了 取出抵押物 他的五色奇竹 他的养魂帘 他那熬练精深的天煞夜 全被薅走了 他还以为做了一桩大生意呢 刺青宫的眼圣长老眼神变了 这还真是正品刺青印章 不是伪造的 红道脱困出来了吗 我看他不配成嫡系传人 那位置数量有限 换一个吧 眼圣寒生道 只圣殿的人也在 他们的核心弟子墨寒 也要换掉吗 够呛 那是一位大人物的嫡系后代 眼兄 还请息怒 谁没年轻过 主要也是贼人有心算计 红道只是一时大意 其天赋资质星星等还是不错的 有人劝道 陨石海一片热闹 位于平天星域 金角星域 黑海星域交界地 原本这片三不管地带就很有名 现在更是风云激荡 一群苦主联合起来 要求赔偿损失 连只圣殿都没能躲过 因为也有他们的信物 作为担保 此外 本就焦头懒额 感觉被羞辱了的金雀公 也有人找过去 说他们是不是和那伙骗子认识 两天后 金雀公高层也有人物到了 但是很可惜 那群骗子作案手法十分娴熟老辣 并没留下任何线索 吃干抹净就跑没饮了 唯一的瑕疵就是 那伙骗子曾被人打闷棍 夺走五色骑竹 贾红道曾经因此恼烈沉默 次轻功的人调查到这里时 真是心情复杂 那下黑手的人有效杀伤了骗子 可明显也不是善茬 尤其是真红道出现在此地 了解此中详情后 当日就戴上了由深渊黑金铸成的头盔 可是 他们调查来调查去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金角大王 动用了特殊器物 辅助推演都没什么用 允星海彻底出名了 黑市愈发火爆 流落出去那么多的好东西 再加上时空历境中 出现超级围经物品等 想瞒都瞒不住了 一些顶级大教都躁动了 哪怕自家有镇教圣物 可谁又会嫌多 更何况 圣庙的种种异常 太神异了 让许多精力不止一片宇宙 活了不止一记的艺人 都内心震动 潜出重要人物来探查 甚至 有贡主和古贤亲自过来了 不过却是暗中降临 没有在人前显盛 连这等人物都来了 可想而知 其他超凡者 怎能不动心 他们对围经物品 根本想都不敢想 但是对时空秘境出现的心躯 那是眼热无比 最近一段时间 关于八色奇竹 即将化形的真药等 各种传闻太多了 据悉都是天外文明 跨界时坠落出来的 一时间 陨石海空前繁荣 生机旺盛 黑市人满为患 连带着各处道场 各家经营建造的 仙家客栈等 也是在近日爆满 五行山 狼环在第一时间 开出一片洞府 他觉得 这地方可能要被大开发 地皮将水涨船高 我们距离黑市很近 处在核心地段 升值潜力巨大 五行天要加大力度 开拓这片道场 王轩提醒他 若是时空秘境中的 违禁物品冲出来 圣庙出世的话 这里可能会被打成飞灰 不怕 我有内幕消息 五行天信心满满 这两天 他接待了一批贵客 比洛淫身份更金贵 最顶尖的妖族 黑孔雀族 一位很有名气的女长老 晴空道了 是一位超爵士 告诉他这里乱不起来 事实上 近日高手都觉察到了 有些陌生的面孔 望之如天渊 根本看不透 与之对视 那等人物眼中是星空生灭 万物凋零 与出生的景象 人们意识到 有些大人物来了 不知其根角 深不可测 很快 有小道消息传出 一些顶尖大礁的重要人物 清零此地 甚至有人携阵叫至宝而来 这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此地汇聚八方风云 到目前为止 人们已经知道 金雀宫 石光礁 河道宗 青阳宫 长生王朝等先后都来了 全是高高在上 赫赫有名的超级道统 就更不要说 还有刺青宫和止胜殿这种 出过真正传说的庞然大物了 陨石海中 最起码有三件围巾物品 被人携带而至 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道 而且 人们相信其他家健壮 大概也会出动镇交的圣物 没有道理不参与 瓜分这次的盛宴 在各大阵营看来 洞土最深处 圣庙那里的对抗 终究会两败俱伤 甚至是全灭 他们以意代劳 准备最后十颗入场 王轩很本分 人在家中做 黑市都不去了 甚至他想跑路 仅是闭个关而已 出来就变了天 深渊母舰在远方的星空出现 一闪而眉 是黑海星域的围禁物品 每天都有轰动性的消息 都很惊人 恐怖啊 有一头比星辰 还庞大的机械龙龟 背负一口流动 混沌物质的腰刀 在隔壁新海中 露出过踪迹 这片地界 俨然成为风云中心 各路传说中的生灵 先后露面 在附近徘徊 随时准备入场 大王 武兄 你确信 咱们不用离远点吗 王轩问道 二大王尽可放心 没事 各方正在商谈呢 要重开时空秘境 让弟子门徒进去寻机园 狼欢告知 有超爵士守着 写有违禁物品镇压 这次应该出不了大乱子 王轩沉默 他就是想避开 艺人和违禁物品 但也没法 和他多说什么 只是提醒他 大人物早晚下场 陨石海最后可能会没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先得造化 这次 我得了两张破空符 回头给你一张 我们一起进去寻机园 五行天告知 这是黑孔雀族 赫赫有名超绝侍女长老 秦空赐下的 情况不对的话 能第一时间破开秘境逃出来 谨慎如他 这次也要进去 接着 他压低声音 神秘兮兮 道 秦空长老说了 这次争乱不了 有人发话了 在关注这件事 顶尖妖族 黑孔雀族的老族长发话了 王轩问道 那种最强横的妖族 在宇宙星海中 确实地位极高 能和各方共议大事件 确实是从 我族圣地黑孔雀山传出来的 但其源头 却是来自更高层面 郎欢以精神传音 格外谨慎 王轩神色凝重 听到了密文 这片大宇宙的水势 在太深了 又知道了一个 折服在未知处的 庞然大物 郎欢道 消息源自五节山 强如我黑孔雀族的始祖 天地间最强大的一头黑孔雀 西年也曾在五节山修行过 成为一位山外护法 和他们有善缘 所以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此次乱不起来 且不可妄动 王轩严肃而又虚心地请教 五节山什么来练 他心中有些猜测 那个地方 大概有真圣层面的生物作证 没人知道其根源 也不知道在哪里 唯我孔雀族第一组去过那里 五节山顾名思义 相传经历过五季了 这是第五次 随超凡中心转移 进入这片全新的大宇宙 王轩听到这里后 很久没出生 得消化下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大概比次轻弓和只剩电来头 还大一点吧 此前居然都不知道 这说明不到一定的层次 连了解这片宇宙的真相都没有资格 有些道统是在太超然和神秘了 有些恐怖啊 他真心叹道 让自己警醒 同时也在提醒遇到枪 没事别嘚瑟 遇到其暗中复苏 顿时间被激起凶性 他得努力和这片大宇宙交融 提升自我 无论是他 还是王轩 都很有压力 超凡中央世界 竟这么危险 排位前五的违禁物品 五 有 逝者 横 神兆 一个比一个凶残 一个比一个离谱 现在 静右德西 超然逝上 再看不到的地方 还有五节山等 怎么才能纵横星海 可以超脱一些 无惧那些最神秘的外来者 唯有努力提升自身 早点遇到话 二等 兄弟 这次咱们一起 经历经吧 五行天说道 这 出现的人都大有来头 这么去争其物的话 万一不小心 伤了有根脚的人怎么办 唉 我们是散修 王轩异性阑珊 不怎么想去 怕什么 我黑孔雀一族 和五节山关系密切 我们五行山是五节山的分支 狼欢豪情万丈 最后才有小声补充 秦空长老说了 尽管去争夺机缘 不用担心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替洛银和我们撑腰 第七百三十八丈人 在家中作巢从天上来 不了 我才突破 境界不稳固 需要陈殿下 王轩还是婉拒了 那有圣庙 玉锥等天外文明的围禁物品 外有一人和共主 拎着镇教之宝来了 文托起见 他想观察下 暂时不掺和进去 他现在最好还是折服下来 近代药酒发酵 等年份上来以后 走遇到话之路 就不那么艰难了 二大王 兄弟 早些你为了破关 都敢冒死进去寻机缘 现在破空拂在手 相对很安全 怎么失去进取心了 狼欢问道 王轩道 我心神不宁 眼皮在跳 总觉得一场杀劫就在眼前 上次回来后 我就一阵后怕 试想 红道都让人夯碎头颅 莫青都被人生生击毙 我等进去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事 狼欢颇为重视 他们这样的真仙 直觉一向都很准 既然二大王觉得心中不安 他还真不好劝了 那我就自己上路了 代表我五行山 加入黑孔雀族 第一年轻高手 洛营带的那支队伍 五行天呲牙说道 这一刻 王轩觉得他特为锁 又成大天狗了 狼欢很够意思 临走前 将五行山的核心阵盘 交到王轩手中 告诉他 这地方如今固若金汤 放心巩固境界就是了 我族赫赫有名的超爵士 晴空长老 亲自赐下的阵盘 五行大阵一旦激活 足以绞杀各路神魔 黑孔雀一族都住这里 对安全要求自然很高 重新帮狼欢布置了此地的大阵 相当的不凡 次日 时空秘境就再次开启了 青阳宫 和道宗 黑孔雀山 长生王朝等个教 都有大人物来了 再次镇守 一旦进去后 洛英叮嘱在场的人 说着各种注意事项 上次救他就前往过 为新来的族人传授经验 为圣女而战 五行天表中心 黑孔雀族在场 都是一些年轻的天才 文言都看向他 觉得莫名其妙 族中并没有所谓的圣女 狼欢赶紧改口 我为族中第一名猪洛英而战 一群年轻的黑孔雀天才 文言皆撇嘴 意识到 这是一个不要脸的追随者 便是洛英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但是狼欢却不以为意 事后更是熊啾啾 因为 洛英还是照顾了他 让他和几名亲信走在一起 这年头 谁不爱听好话 这是狼欢的经验与体悟 精确公益行人都很强 为守者是一男一女 该道统的二师兄故城 以及名气极大的女弟子于景 一起出山 很明显 这两人是专为此地门徒出头而来 要杀出赫赫威名 洗刷早先耻辱性的负面消息 我去 精确公的二师兄故城出山了 这家伙 应该是天际高手了吧 当年纵横星空时 名气很大 沉浸下去数百年了 一定更恐怖了 看到了没有 他身边那个白发丫头 于景 俱闻天纵之姿 将他的很多师兄师姐都击败了 当日 精确公有弟子放狠话 坐等金角大王来袭杀 胆敢出现的话 人脑袋给他打成狗脑袋 王宣为狼欢送行时 自然也看到 精确公的那行人 真想冲过去 为大放厥刺者的脑袋开光 青阳宫的一群阳族剑仙 都是天生的波浪卷长发 一语不发 欲阳矫健而行 进入秘境中 另一行人也来了 并在暗中以精神交流 各位 上次太可惜了 我们距离昆蓬巢 不过树里之遥 已经看到海牙上巨巢中的 金色纹里交织的淡 疑似是超绝世级凶情产下的卵 可以补超凡者的先天本源 袁宏每次想起 都扼腕长叹 上次只差一点而已 都打到那座寂静的巢穴不远处了 结果出事了 活尸和怪物 突然间漫山遍野 他很担心 那些变异的活死人 将昆蓬巢穴给毁了 吞食掉那些神卵 同伴安慰道 没事 超绝世级凶情的巢穴 必然有布置 那些变异的活死人 不见得能充溃此地 地狱黑椅的孙子何意 长生王朝的贵女夏青 陨石海最厉害逃犯的门徒等人 也都各自带上队伍上路了 一支支小队 都实力强决 放在哪片星空中 都算是了不得的天才队伍 刺青宫的真红到来了 煞气内敛 实力十分强横 让王轩无言的是 此人戴着深渊黑金头盔 捂得很严实 王轩暗自估量了下 如果拎着那根一米多长的黑铁棍 给他来一下的话 够呛能当场爆头 怎么也得个六七下才行 得找机会试试 指圣殿的真莫涵也来了 风姿出众 秀发飘舞 身段曲线幅度很大 鸟鸟挪挪 风情万种 王轩撇嘴 这都被人骗到某处掘地中去了 还摇曳什么 这要是在他的故乡 几百年前的旧土 给他封印到刑后 妥妥会被人贩子 拐进大山中卖了 他决定 下次也给他来一记黑铁棍试试 看他 还能不能秀发流动霞光 仙气飘飘 和指圣殿那是真正的庞然大物 疑似出过真圣 尽管各自的祖师都失踪了 或许陨落了 但依旧无人敢惹 谁都怕极端情况出现 指圣万一跳出来怎么办 没确定死了 即便知道这个道统是块大肥肉 也没有人敢妄动 两大组织都有不少天才到来 由核心弟子带队 天级高手护航 两支队伍走在一起 相当的强势 时光轿 和道宗一个又一个大轿 都有人来了 此外 本地的黑户也不甘落后 那些探险家和那些大商家 都组织了人马 比如黑心老八这种人 都跟着进去了 八色奇竹 画形的真药 违禁材料 天外文明失落的金片等 在时空秘境里面 都曾出现过踪影 风云际会 天才争霸 难得呀 但我却你等 彼此间还是尽量不要对抗 多探遗迹 多挖洞服 多对付活师和怪物 有老辈强者开口 地狱黑矣 刺青宫的衍圣 青阳剑仙 超爵士也进去了一部分人 亲自去盯着 活死人中的头领 据悉 还有大人物拎着阵教 圣物进去了 监视那座磅礴的 金色圣庙 陨石还安静了 风云激荡在秘境中上演 二大王 你要寻山吗 五行山一些小妖来问候 王轩摆了摆手 让他们该干嘛干嘛去 这里没什么事 他回归自己的洞府 自珍自饮 喝了一壶酒 顿时 他的头骨微微发光 亮了起来 由细密为纹理交织 他在观想与具现域道化的真意 药酒 虽然刚酿造出来没多久 年份还太短 但是也有一些效果了 可辅助修行 主要是 他和乌天在真圣后院大采购 得到的酿酒奇物非常多 足够他用上很多年 不用过于节俭过苦日子 他觉得 鼎鼓越发的坚实了 那种纹理也越来越复杂 现在他的头骨硬度 不比带着深渊黑金头盔那煮叉多少 继续酿酒 积攒起来发酵 修行后 他开始准备奇物 突然间 虚空剧烈颤抖 五行山在窑洞 这片巨大的道场 居然轰鸣起来 法阵自动复苏了 什么人 敢攻打五行山 不知道这是黑孔雀 圣山下辖的一处别院吗 有小妖大喊道 跟在狼欢身边很久后 十几名小妖 也都习惯性拉大骑做虎皮了 上来就先震慑与恫吓别人 王璇走出来 没看见到敌人 但很快发现异常 那虚空渐渐裂开 发出一道道刺目的光芒 哎呀 不好 天漏了 二大王快逃 有小妖喊道 事实上 他们自己先跑了 怕被责怪 才这么喊了一嗓子 嗯 你们先逃 王璇摆手 倒也不为难他们 很快 虚空破开了 四五分裂 有仙山浮现 有动途可见 有海牙临近 远处 有小妖摇旗呐喊 啊 坠仙山了 神秘的时空场景出现 又有好东西落出来了 二大王快捕捉造化 撞窝五行山 王璇手持正盘 看着星空中的奇景 这是时空秘境中的景物 有些地带越发清晰了 要坠落进现适中 就在他头顶上方那里 一片干枯的海岸 早没海水了 有的只是巨大的山崖 以及上面的一个庞大鸟巢 什么状况 人在家中坐 巢从天上来 他露出一色 巨巢散发霞光 交织神秘的纹理 从山崖上坠落下来了 快 冲过去 我们艰难 破开昆蓬巢 耗掉了十八张阵图 用去了大量神物 这次如果还不能进去 那损失就太大了 有人在远处大吼 杀红眼睛了 那片地带活势很多 此外 海岸边 那些崖壁在发光 有些恐怖的纹理刚刚熄灭 确实是被那些人的阵图攻克的 王轩转头看去 顿时乐了 这不是老熟人袁红吗 曾帮他脑袋开过光 两人也算是干脑涂地的交情了 这次又遇上 对方该不会想闯进他的道场吧 他肯定不答应 当守护自己的神圣财产 不容此被冒犯 那是昆蓬朝 里面不只是超绝市场下的神卵那么简单 好像还有神圣奇物 在流动混沌光 杀进去 洞土高空中 另有人大喝 向这边俯冲了过来 正是金雀宫的二师兄 他眼神毒辣 看到了这里的情况 更远处 还有长生王朝的贵女夏清 清阳宫的一群剑仙等人 此外 赐清宫 只圣殿的人在地平线尽头 也感应到了这边的异常 向这边眺望 有人飞来 来吧 进我家门 王轩喊道 他手持阵盘 控制黑孔雀族长老秦空 帮忙布置的五行大阵 敞开领空 任那庞大的昆蓬朝坠落进来 然后 他还没等这处神朝 完全坠落到地面 便嗖的一声冲了上去 站在完全由神木 仙藤编织的宝巢上 王轩瞳孔收缩 谁说 这是昆蓬朝 胡说八道 但是 他确信更有价值 有造化奇物 这次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不会让 必须留下 乃来的小妖 快放开大阵 让我等进去 这是我捕获的昆蓬朝 天空中 袁红第一个急眼 在那里大喝 王轩抬头 看到还有不少人 从远空飞来 那些天才都感应到了 这边异常的混沌光 数只队伍在接近 此山是我开 此道场为我所有 王轩没喊上一句滚字 已经很客气了 他皆是谁的领地后 就闯向神朝中 第739章妖星 也是肉掌的 王轩具备精神天眼 瞳孔中有规则交织 远比其他人更敏锐 发现朝中异常 这里必有了不得的奇物 为晋级材料吗 那里混沌光流动 一闪而灭 还有会跑动的神秘奇物 相当的绚烂 犹若一大群人在飞升 光斑无数 庞大的巢穴中 下起神圣光雨 昆蓬筑出来的巨巢 或许是吧 蛋里面的神卵 大概另有来头 玉智化的蛋 净生有瘦毛 蛋壳上复杂的花纹 凝聚秩序神韵 光雾汹涌 一圈圈不闻荡漾 随着外来者接近 神朝竟由法阵主动复苏 堵住入口这片地带 王轩暂时受阻 仔细看了看 阵温以防御为主 进攻不足 如果这里杀伐器激荡 一窝蛋都得碎掉 乌娜小妖 还不止破 那片禁地入者必死 敞开这片道场的天空 放我等进去 天上有人大喝 袁红等人焦躁不安 恨不得一狼牙棒 敲死下方那个山大王的脑袋 他们消耗十八章 极其珍贵的阵图 又用去大量的神物 这才破开海岸附近的 恐怖法阵纹理 巨巢再往 就差最后一段路了 这次要是再错过 那么他们真会废管枪险 最让他们紧张不安的是 远处那些强大的竞争对手 都被惊动了 正在赶来 道友 人心都是肉掌的 这是我们耗尽心血 才破开的海牙大阵 放我等进去 必有后报 许你一份大机缘 随着远方那些超凡者接近 袁红等人的语气 顿时软化 焦虑与急躁的头上 都冒烟了 王璇回应 道友 暂且宽心 妖心也是肉掌的 本王带你们进去看看 是否有危险 帮你们试错 你等稍安勿躁 他喊完话就没影了 正是因为这群人 他才远走陨石海 让他们干等着去吧 当初 有了冲突后 袁红等人 直接就请出了 何道宗的一位大高手 去平天书院赌他 这分明要下死手 还好王璇有后手 平天书院也很硬气 没有答应 对方男人的要求 朝中 波纹扩张 大雾汹涌 不断冲击出来 王璇不慌不忙地破解 调动五行山布置的大阵 压制此地 五行大阵演化 成为五色符文浪涛 向着聚朝中灌去 冲散光雾 有效地推进 直到再次遇到阻挡后 五行大阵再变 符文铿枪有声 演化出五色光轮 在这里转动 摸布昆蓬潮入口的光墙 99个头都刻都过来了 就差最后一哆嗦 竟要被那妖王 杰族先登了 袁红也冒惊心 直接要呕泻了 他身边的人皆是合作者 身份自然都很不凡 一个个也都脸色铁青 恼火与胸门到了极点 无妨 查出他什么来路 回头施压 让他吐出来 真要敢吃下来奇物 活活练死他熬药 有人发狠说道 他轻面獠牙 额头有一块彩色纹理 散发规则之光 这是神啸族的青年高手 魏光娇的年轻男子 罗坤也点头 道 料想他没什么背景 自身实力也不够强 不然的话 怎么会待住外面 不敢进秘境 朝中奇物惊人 他只是暂时上头了 回头他会冷静下来的 我们只需要堵住此地 他不将造化物交出来 直接打杀就是了 很快他们的心又沉下去了 金雀宫的故城 玉锦杀到了 悬浮在高空中 接着 青阳宫一群 玉羊角飞剑的白发剑仙 也接近了 更远处 刺青宫和直升殿的人 也露出踪影 圆红 神霄 罗坤全都 奋力轰出手中的一宝 并激活最后一张阵图 虽然让下方 有五行光束冲起 但是并未能打开领空 阻挡王轩的那 赌幅温墙 越来越薄 被五行轮碾磨 最后像是一张窗户纸 被他一脚捅破 踏了进去 这地方很大 名副其实的别有洞天 自成一方空间 神术 仙藤为主材料 心界杀点缀 流动萌萌光辉 一瞬间 王轩全身毛孔舒张开来 被莫名物质照射 无比舒服 身体活性激增 刷的一闪 一团光跑了 没入更远处的地带 再躲避外来者 刚才就是他 辐射出来的奇异物质 导致王轩身体 要飘起来 那是什么奇物 他惊异 同时 前方的一堆发光的蛋 也格外吸引眼球 都长毛了 但应该不是坏掉了 内部生机勃勃 哪一族的蛋 椭圆形的金色巨蛋 大半人高 密布着规则纹理 且长满土青色的瘦毛 像是提前长出了胎毛 他的精神天眼 可以捕捉到 内部郁郁着某种凶兽 绝非昆蓬 这大概是天外物种 反正他以前没见过 仅不止一种 在金色巨蛋后方 还有一些 有几颗洁白圆润的蛋 异异生灰 弥漫出一种很祥和的气息 这应该是一种锐手 最离谱的是 还有三颗土灰色的石蛋 以及四颗赠量的金属蛋 敲在上面荡荡响 王轩觉得 这种材质都快比得上红道 带着的深渊黑金头盔了 吃掉它们 补自身的本源 他摸来摸去 感觉有点下不了嘴 倒不是担心蛋壳太硬 主要是因为 里面的小生命都要出生了 他双目深邃 透过蛋壳 看到它们的血管纹理 十分清晰 都大致长成了 王轩注意到 还有几较小的蛋 且形态各自不同 共性就是 都流动规则纹理 非是凡物 这地方不是一个生灵的窝 有多位超级怪物 在此产卵 它从原地消失 无论是毛弹 还是其他铁弹等 暂时都没胃口 它闯到前方的混沌物质中 一把捞出来一件奇物 果然 这里有位晋级主才 这是一块末盘大的混沌石 它对这种东西 一点也不陌生 母宇宙的一间质宝 就是这种材质 不是神明宫 应该是天外文明的 一件围经物品被打碎了 有人收集在此 它满心喜悦 收获很大 直接送进沙阵途中 当年 贯穿超凡大宇宙时 阵途受损 一直缺少顶尖奇物 进行修复 这里有现成的 让它心情大好 自然不会错过 杀阵途是一件 超级大杀器 早点修复好 将来会有大用场 它动作娴熟 抹除混沌石 存在的所有奇迹 王轩一闪身 向前扑去 捕捉那团神秘之光 这东西有一定的灵性 会飞腾 辐射出来的物质 相当的惊人 可让人血肉蜕变 它这样被置于朝中 对这些神卵有莫大的好处 很快 王轩捉到这团光 探查下发现 它并没有意识 这是一团 交织有秩序纹理的光 有很强的道运 这是先天之物 还是哪位大能炼制的 本源之物 它精益 仅片刻间 它被这精纯的 本源光团内运的 道运规则照射后 自身细胞活性 就骤然变强了 在这片地带 灿烂光雨洒落 让整片 巨潮都一片神圣 仿若要化成仙国 王轩二话不说 运转经纹 主动接引这团光 管它是什么奇物 先得到再说 它开始在这里修行 消化吸收 很快 它竟体会到一种 重回母体般的感觉 先天本源在增长 被神圣之光照耀 全身都暖洋洋 它的人体潜能所有提升 这真的是一种大补物 在神圣光源中 那些道泽纹理无比神秘 在发挥着奇异的作用 辐射到骨骼上时 使之越发银白 坚韧 有生机 仔细看 有光波中 有细密符纹缓缓缓流淌 沿着它的骨骼前进 淬炼骨质 王轩愈发意识到 这是了不得的东西 下一刻 它头骨发光 直接自天灵盖接引这种光 顿时意向更为的惊人了 那团交织着细密波纹的光 直接附着在它的顶骨上 如同一轮大日落下 垂落神文思涛 和道泽碎片 无比的神圣 王轩盘坐在那里 顶骨背着团光滋养 它观想并具现化的遇到画纹理 一下子清晰了很多 奇物 神圣之物 它惊喜 心中震动 这团光像是 天生适合用来淬炼 走欲道化道路的骨头 这次 在王轩的顶骨上 真的依稀出现一些纹理 并非观想所致 渐渐化虚为实 片刻间的修行 抵得上它苦修数年 同时 它的道横在在增长 不断提升 在头骨这里交织道运后 那些光冲向它的四肢百骸 洗礼精神 它的修为整体在增长中 它盘坐在这里 安静无声 肉身被光运覆盖 庄严神圣 如同一尊神奇 此时它有种心境圆满 超然无我的体验 王轩的顶骨在异画中 境界关卡在松动 这样甜淡无红尘气的修行 平和的蜕变 和以往不同 外界 袁红双眼充血 煞气滚滚 它轰了一万八千击 都打不开五行大阵 飞剑断了三柄 雷电神锤也碎了一把 满手是血 那个妖王 说是替它们去试错 可进去后就没动静了 它只希望 那山大王死在里面了 不然的话 它真要疯了 在它的身边 几位合作者 也都被刺激得不行了 这五行大阵 居然这么牢固 根本打不开 各位 联手吧 他们一起击穿此阵 里面有诸多奇物 足够我们分 神霄开口 招呼金雀公的故城 于景 以及长生王朝的夏青等人 现在 别指望能读得此地的奇物了 它怕晚进去一会儿 来的人会更多 而那个妖王 也会抱舔天物 连弹壳都不给它们生 来 共开此地 刺青宫的人来了后 直接这样开口建议 据朝中 王轩十分舒态 坐在如水的圣光中 要破境界了 同时他也注意到 朝中还有其他奇物 真是一处了不得的造化地 第七百四十章多福运 多了个儿子 朝中 王轩静坐 顶鼓上一轮大日普照 神圣之光垂落 在其银白的头骨上 凝聚纹理 我这该不会是 真的要让顶鼓全面遇到化吧 他一阵狐疑 宁静的心境 都似被风吹出极许波澜 眼下 他以肉眼可见的素素 在那块骨上绘画 勾勒纹理 一种神秘的道运 在这里凝聚 很快 他冷静下来 现阶段顶鼓彻底遇到化 那是不可能的 纹理很淡 只能说是在路上 真先能走这条路 其实极难 他现在显照出来 殊为不易 离之过去观想具现的虚纹理 强了一大截 王轩严重怀疑 现在一头撞过去 能将天极生物 给撞得骨断金蛇 他一阵沉默 早知道如此 当初真该先遇到化手骨 毕竟 谁没事 在争斗中 晃着脑袋冲上去硬撞对手 他也没想到 今天会遇到这种神秘的奇物 竟然能够 让顶鼓真实浮现出 浅浅的遇到化纹理 正常而言 在真先这个层面 所谓的走遇到化之路 都停留在观想层面 可具现出半虚半实的道运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团光以可见的速度消耗 变淡 顶鼓式吃光大户 更胜过血肉和元神 咔的一声 这种轻响 存在于精神层面 而非在外界 像是有一扇门被推开了 王轩破镜 此前他的道行 在真先三重天 现在心境平和间 竟自然而然地来到四重天 那一声 轻响在精神领域回荡 如春雷乍响 万物复苏 让他知道 自己更强了 而且 现在还没有结束 道行依旧在慢慢提升中 这到底 是什么光团 他心有疑惑 这东西太稀奇了 没有副作用 也无霸道的能量因子冲击 他现在五脏和明 像是天结在自身体内释放 神光一道又一道 其实那是旺盛的生机在共振 而非真雷霆 在他的体表 排出一些杂质 量不是很多 毕竟他已经是真先了 肉身无垢 主要是星辰代谢的产物 有部分血迹 还有少量骨质 被直接替换掉了 效果在锐减 提升速度变慢了 王轩轻叹 光源稀薄了 不过他没有停下 继续汲取 顶鼓发光 像是一面可照破宇宙的大道镜面 那些遇到化的纹理浮现 犹如许多细小的星河在流淌 此时 王轩的参照物有数种 当初从平天书院飞生崖进入仙界 参加老朱雀朱川女儿的婚礼时 他意外上手过一块旗鼓 这是奇异 此外 还有乌天给他观摩的一块顶鼓 更有错乱时空外福州净土上白红 金瑶等人的祖先留下的经书 也在揭示遇到化之路 让王轩惊异的是 随着对石板经文和金色竹简的回思 当中也藏着此种真意 多方参照 他在洁白顶鼓上凝聚纹理 这样做 其实也算是 化解了潜在的一场杀截 如果和白红组上的遇到化过程一模一样 没有变化 将来必然会被击毙于网 和招魂帆主人的真圣追杀 随着时间流转 王轩的顶鼓愈发经营 独属于他的遇到纹理 在今日正式显现出模糊的形态 即便他从此不再观想 这块鼓也不会退化 积淀的道运能够保留下来 到此为止了 这团光对顶鼓无用了 他轻叹 其神圣灵性多数都流进 其头鼓中了 他愈发怀疑 这是来自天外文明的 一位极其强大的艺人 留下的神秘物质 咔的一声轻响 最后关头 他顶鼓上的附着的暗淡大日 依旧为他的血肉和精神提供了抵御 让他再次破关 他来到了真仙五重天 王轩愣住了 不说顶鼓的变化 光是连着两次提升境界 就足以抵得上他四十年苦修 异常惊人 到了这一刻 这团渐渐稀薄的光对他 才算是效果不明显了 他转头去看那些种类不同的蛋 有些出神 彻底下不去嘴了 他有种猜测 当年圣庙那里三方大战 有强者将神卵转移出战场 留在这里 并留下光源 孵化这些蛋 巢穴中 有违禁级的主才混沌石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应该也是顺便收集并送进来的 反正 你们也要出生了 并没耽搁你们来到世上 回头我保护你等 不让袁红等人吞噬 王轩开口 看着这些神卵 他起身 在巨巢深处捡其物 有漆黑的断刀 其材质罕见 应该是超绝世性命娇羞的兵器 还有碎掉的异宝 成分不可解析 硬度离谱 连王轩用尽力气 都难以在上面留下手指印 他将少许最稀奇的残器 收进杀阵途中 加上早先的混沌石 估计能将这件大杀器 修补得七七八八 可以探查出成分 不算稀有的异宝和材料等 他没有动 留着安抚后来者吧 呛 他从神木和仙藤编织的巢穴缝隙中 拔出一根狼牙棒 相当沉重 顶端破碎了部分 锋锐的狼牙钉脱落大半 不过 作为黑铁棍的替代品 这东西倒很顺手 坚硬程度和杀伤力 似乎更惊人 王轩轻轻抡动 漆黑的残破狼牙棒 顿时压的虚空塌陷 扭曲 发出可怕的声音 有真实的鬼哭神嚎声 他掂量着 看了又看 这东西 以前肯定是一件大杀器 但是内部的规则纹理核心 被毁掉了 就是你了 留着防身 王轩说道 他自然能感应到 天空中发出轰鸣声 一群人在破阵呢 嗯 他神色微冷 这么快就有人进来了 他感应到了大阵的波动 拎着铁钉缺失厉害的大棒 就向外走 很快 他的神色又和缓下来 五行山虽大 但走出巨巢后 他也能瞬间覆盖全域 知道是谁进来了 五兄 你回来了 他看到了五行山真正的主人 狼欢回来了 明显处在发猛状态 他动用 破空浮沫了回来 定位之地 就是自家山门 五行大阵不会拦他 早就打上了他的原神印记 看着这偌大的昆蓬巢 他直接掩孕 我到底逃没逃出来 这里有坠落的海牙 以及部分洞土 还有磅礴的巨巢 横跟前方 让他怀疑 还在秘境中 放开我 一个女子喊道 很是生气 狼欢是揽着一个 白裙黑发的女子的腰肢回来的 带着他 一起逃出时空秘境 我救了你 狼欢松手 救什么 不就是一群变异的活死人吗 还没有包围我们呢 你就当了逃兵 你自己逃也就算了 为什么一把抱住我 将我也带出来 黑孔雀族的女子非常愤慨 她是洛淫的亲信 追随在身边 这次还没出力呢 就被动离场了 狼欢乃然 觉察到危险后 她习惯性直接跑路 本着报恩救人的心态 她顺便抱走了一个 我要和小姐攻进退 再经历境中 这个女子黑着脸 推开狼欢 就要转身离去 别走了 机缘就在眼前 这是昆蓬巢啊 你还静力静干什么 那片洞土真有危险 狼欢劝道 勿纳狼妖 速速开启大阵 这座昆蓬巢 不属于你等 是我们攻克下来的战利品 天空中有人大喝 高空中一群人都累了 正在休息 不得不说 黑孔雀族晴空长老布置的法阵 太厉害了 一群所谓的天才动用各种医保 硬是没打破 我错 欺负到我家里来了 狼欢抬头 一眼看到高空中的奇景 纠正道 我是黑孔雀大王 原本是一片灿烂星空 但是那里裂开了 时空秘境中的 景屋落入现世中 一些山体 还有超凡者 就在五行山外 二大王 什么情况 一群人杀到 我们到场来了 狼欢问道 王轩简单告知情况 五行天眼睛顿时绿了 叫道 去看看 你这是人在家中做 造化自天外自动飞来 早知道这般 我还去打声打死干什么 等在家里就是了 洛莹的亲信 那个白衣女子陈鱼 愤愤不已 道 你什么时候打声打死了 一路逃了六次 最后干脆直接出来了 别多说 我五行山和你共享造化 来吧 狼欢大气地挥手 他询问王轩 现在什么境界了 因为觉得其气息又变强了 然后他就震惊了 失声道 真仙九重天 上次王轩对他说 修行八百年 在真仙六重天 闭关后提升了一个境界 到了七重天 已经让狼欢觉得很快了 他离开没多久 再回来时 二大王都要追上他的境界了 就是这团神秘光源 我也试试看 他没客气 将王轩残留的那团 光定在身前 快速炼化 好东西 大概能破镜天界 狼欢心惊 然后 他盯着 一地残破的一宝 还有那一堆 最为耀眼的神卵 都在发光 让他颇为震撼 黑孔雀陈鱼 也被惊到了 这些有符文的蛋 绝对不比最纯血的 黑孔雀王足弱 全都是强大的一种 这都是什么怪物 该不会是 最顶尖种族的寂静吧 陈鱼能跟在 骆银身边 自然跟脚不凡 属于 纯血黑孔雀中的 顶级血脉 现在他神色凝重 道 将这些神卵都保护起来 绝对不能落在 外面那群人的手中 王轩提醒他 外面有金雀宫 和道宗的人 甚至刺青宫和指圣殿 也有人在接近 不用怕 这是落在你们道场的东西 站得住里 而我黑孔雀圣山的人 不怕他们 一会晴空长老就要回来了 让他看一看 这里面是否有 我孔雀族的圣卵 连王轩都震惊了 还有圣卵这个说法 有些夸大了 大概就是一人留下的子嗣 狼欢告诉他 他边说边检查这些神卵 结果啪叉一声 某个漆黑的淡碎了 一个小生物出世 懵懂无知 睁开眼睛后 很是茫然 那种眼神无比纯净 按照古籍记载 从蛋中孵化出来的天狼 属于凡族一种 最起码也是超绝世 陈鱼神色凝重 他对血脉领域格外敏感 那头斑纹密布 像是狗子的小狼 看到狼头欢脑的五行天 直接就扑上去了 伸出小舌头舔他的脸 竟显如沐之情 狼啊 我是孔雀 不是你父亲 狗欢也有些措手不及 还孔雀什么呀 有这么个子嗣 你赚大了 陈鱼传音 赶紧认清啊 王轩也快速说道 狼欢发呆 道 1600年来 我一向洁身自好 连个道理都没有 然后 他就刺着大白牙笑了起来 将这只狼高子 一把给拎了起来 道 以后我是你爹 接着 他又介绍王轩 道 看到没有 这是你二爹 动 外界的人在硬汉五行大阵 一群人扣官 想要打进来 王轩没轻易出去动手 就待在巨巢边上看着他们 很久之后 陈鱼露出喜色 道 我足超绝世秦空长老回来了 就在附近的陨石上 他知道了这里的情况 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硬抢 我等尽管出手 以大阵绞杀 落入这片道场的奇物 外人没资格来抢 他会看着 关键时刻震慑那些人 真的 那我准备迎敌 王轩看到 一群人连着出手 五行山的领空有裂缝出现 大阵的防御光幕受损了 片刻后 第一个生灵坠落进来 气势汹汹 朝着神朝就大不留心地闯了过来 拎着一口阔刀 隔着很远 便直接立劈王轩 雪亮刀光破开长空 极其绚烂 同时伴着他的呵斥声 一方野妖而已 也敢虎口夺食 从顶级大叫门徒手中夺造化 给我去死 王轩没说什么 挡住了他 一郎牙棒就砸上去了 当的一声 那口雪亮的长刀裂了 他一看这种情况 赶紧装模作样 和来人以术法等对轰了数十次 但最后还是果断下手了 啪的一声 一棒子将此人的脑袋给打没了 我 高天上 灿烂星空中 五行大阵外 一群人没有料到 竟会是这么一个结果